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國的一個狀況 各國的亞洲或者是美國他們的一個 遠程的road map的分享 那再來會說明一下 現在目前大家已經在使用的這些親戚圖 是怎麼去儲存 再來就是我們公司在開發的一個狀況 那開發完一定要去認證 那我們要做一些測試 那最後就是說 大家對親戚都有一些疑失展 那我這邊會抽 參考了一些學者的分享 他跟大家解決一些疑失 那最後就是一個小集 那我們首先從這個親戚的第一部分開始 那首先親戚園為什麼大家會說他是一個未來的 首先就是說 他不會產生這個吸油圖的排放 右邊這張圖就是一個他的工作 燃料電池工作的源頭 陽極這邊親戚進來以後 親戚就會把他的電子丟出來 那邊親的質子 那電子就透過電路跑到 已經這邊才成電力 那親呢 親的質子就透過這個實質的交換 跑到一擠這裡 看氧氣從空氣中排出 跑進來的氧氣做結合就排出水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個 靜靈的趨勢感 不會排到二氧化特 那電子就是說他的能量密度很高 那下一頁會做一個比較說到底多高 那再說因為他很豐富 他是以各種形式的劃度存在 所以說他相對就是 不會說某東西用來就能 那最後就是說他有儲存的錢 他可以儲存 其實就是一個能量的carry 他可以去做儲存 但我要用的時候把它排出來 去產生電力的能量 那這邊比較像他的能量密度到底是多高 我們用每公斤的單位密度來看 能量密度來看 那這邊是汽油 常用的汽油夾碗 可以看到這汽油大概是差不多不到15 那夾碗的部分他會快到20 氫氣可以到40左右 所以這能量密度是相當的高 但是目前現在常用的電動車 可能都是用壓縮氣體 壓縮氣體的方式去儲存 所以換成體積密度的話 他就是還有些在加強的空間 就變成說我的容器要做的壓力越大 我才能夠儲存更多的氫氣在裡面 那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一些顏色 這不是檔塊 這是一個產生的顏色 是怎麼去辨別他 這兩個都是利用 煤碳石油天洋氣的化石來量去產生 那灰青的話就是用蒸氣重新 而吸油都跑出來了 那如果今天我們把碳做補給或封水 那這個就算是有一點環保的方向 那就是蠻青 那如果是濾青 那就是透過我們的風電 風電他的雨電 去墊解水 去產生氫氣 那這就是百分之百的 沒有一些其他的溫刺氣裡排放 那這就是一個所謂的濾青 像全球大家都為了這個濾青 大家都是很努力再去炒這一塊 就發展了 這就是一個未來2040 2050的一個概想圖 比如說這個氫氣 我們透過風電光電 去產生電解水產生氫氣 要透過運輸 用到我們的移動斬具 或者是工業的應用 以及可能未來已經有一些像日本 卡瓦薩油這邊已經發生一些氫的一個內燃機 那這裡 這是一個目前統計到2021的5月 一個全球 這個氫燃料電池那個會員股 他們的一些狀況 右邊這邊可以看到亞太熱國 譬如說日本他們最早投入這個燃料電池 他們國家就160稱作的一個家興戰 接著是韓國 就是 引起直隊 他們現在統計2021-73 他目前應該也直播 那接著就是說歐盟這些德國 或者是法國 他們也是 政府是很提倡這一塊的發展 所以他們相對的 他們的家興戰 或者是有到他們國家去看 可能路上看到H2的巴士 就表示說 他是用氫燃料電池 去做他的那個道地鬼 那這張圖是一個從2017到2022的一個 燃料電池車的一個成長狀況 可以看到2017可能剛起步 我們還沒有分什麼乘用車或商用車 所以他2019開始 乘用車已經大幅的增加了 慢慢的可能巴士或商用車 大航車 也開始在成長 這是一個全球的趨勢 那右邊這邊可以氣氛到各個國家 就剛好提到說韓國這邊真的是 成長速度非常快 那這張圖是秀說 左邊這個表 是一個 我有燃料電池車 就是需要家興戰 不然他沒有辦法去提供他的動作 那這張表可以看到 就是世界共和 他們一個家興戰的成長的程度 那這張曲線譜就是說 燃料電池車 除以家興戰的一個比例子 曲線大概分布成怎麼樣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韓國這個國家 從2017可能沒有幾座 直到現在 真的 越來越多 那這個是 日本 他的一個lawman 他目前的狀況 他的 氫燃料電池的巴士 大概有120元 那他的燃料電池的乘用車 有接近快8 7500輛 他的家興戰就有180座 所以相對他們國家 在這方面的 一些氫燃料電池發展 就可以很快速的成長 所以他們相對的 一般的燃料電池 一般的燃料電池 很衝擊 那他們的目標 1030多 超級速度 是 成長的幅度是非常大 是接近很快的 好幾倍的成長 那再看一下韓國的狀況 那韓國目前 他就已經有2萬多量 2萬6千多量的一個 燃料電池車 因為韓國在這邊 他們使用燃料電池車 他們購買也有一些 燃料電池車 那他就加清也有一些 蠻有的燃料電池 那後面又一件 稍微講一下說 目前加清的一個成本 他氣候比他要差多少 他目前 就是剛剛提到說 目前他真的是 已經有153座的燃料電池 加清戰 好 那接著就是 世界老大樂 美國這邊是怎麼發展 他們這樣預估 預估 就從 2022開始 他就需要1200萬公斷的那個親戚 到2025變1300萬公斷 到2030回到1700萬公斷 那他們評估說 發展氫燃料 這一塊 氫燃料 這一塊 可以增加他們國家的一個 經濟的發展 提升就業的機會 還有一個 就是 各大公司的一個投資 所以可以促進他們國家的一個 經濟的升障 然後接著看到 台灣目前的狀況 那我們在2050 就是有發佈了一個 這個 經濟的12項的戰略 那第二項和第一次項就是跟 一個男女有關 就是說 欸 氫燃這部分就是 以 運輸 要有 那個 零排放這個目標 當作一個發展的狀況 那進口的濾新呢 就是因為目前大家也知道 這台灣 可能沒有產氫的那個 一些 就是 資源 那我們就透過 以進口的濾新 可能混到我們的天然氣的 界面去做混哨 那 那政府也發佈了一個混哨組 一定要多少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台灣發展的 目前的狀況 那我接著就說明一下說 這個氫 氫儲存容器 他是怎麼去儲存他 那首先氫的儲存就是分兩類的 那可能這種定制型的 倒不就是會用這種鋼皮 這種 很大 可以外面可以看到這個 或者是潮車 他是用 就是用鋼皮去做 那他的溫度 可能會讓負兩百二十 兩百三度C 做一個例化 他儲存的量才夠多 那像我們這種運用 都是用在那種 體重的載具 那運用載具 前面上的演講說 客客要必降 就是說 我狀況就越輕越越好 所以呢 就是會用這種 太可刺 太可刺 太可刺的 不合材料 纏到我的壓力很輕 那 接著他怎麼儲存 那就是分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說 物理的方式去儲存 另外一個就是用 材料去吸附他 那我們 今天主要的討論就是說 物理吸附這一塊 那物理吸附會不會是這種 壓縮氣體的方式 或者是極低溫的壓縮氣體 那最後就是說 一個浴望的氣氣 那我先比較一下 壓縮氫氣 這種儲存方式 分了這幾種的 泰伏的壓力氧氣體 那從最下面到上面 就是依序 那泰伏液就是 那泰伏液就是 全部都是用鋼皮製作 或者是鋼皮製作 那泰伏液呢 就是因為 這種 金屬它是等象性的材料 那對於 這種壓力氧氣體 這種形狀 它的一個硬力分布 去設計它是鼓力 所以如果說要減重的話 環向的硬力會很大 所以就是說 這邊可以厚度可以減薄 依照動斷的厚度去設計 那我這邊去做一個複合材料 去產造它 做一個環向的 走向的底牆 接著 就覺得說 那我乾脆把 裡面這個氣密的東西換成 譬如說骨鏽鋼 或者是鋁合鏡 做一個氣密的內檔就好 那最後 這個泰伏液的話 就是說 我就是改成一個塑膠 那如果說 應用到氫能源這一塊 那目前常見就是PE或P 那因為是 它的一個 氫的分子很小 所以要不去符合做ISO 有一個 氫的滲透率會發 要小的一個值 那最後就是這個還在開發 沒有內檔 全部都是做的這樣 這張表就是秀說 上面這三個有這個物理的 物理的方式去儲存 那下面這邊是用材料膝蓋的方式 它的一個比較表 就是說它總共可以儲存 這個體系像可以儲存多少 公斤的氫氣 還有它的壓力要多少 還有它的超多溫度 還有目前的成分 那可以看到壓縮氣體的方式儲存的話 目前就是分350或700 它中間當然有人做了500或400 那如果是350的話 它每立方公尺 就是儲存大概17公斤的氫氣 那壓力越大 那相對的量就越多 就會看到 近乎是再多一倍 那它的溫度就是相對比較單純 就是室溫就可以 那如果是極低溫的這種壓縮氫氣的話 它通常要 要冷到 它的溫度放在那裡 介於是67度到-250度之間 溫度越低 我能夠儲存的氫氣就越多 它壓力越多大 那最後就是說 這個又是一個液化的方式 液化基本上 它 目前來看 它相對的 就是溫度的影響 就是說要冷到-250度之間 這個溫度才太低 相關的一些它的配套 比較嚴苛 它這個表就是比較說 我用物理的方式去儲存 那我的壓力溫度 對於儲存這個氫氣的量的一個比較 那你看到 在 288K的時候 我大概 差不多20幾度 那我壓力700霸 大概每公升才只有40克的氫氣 那 如果是上150霸的話 就 快少到一半 那如果今天是用 極低溫的這個 壓縮的氫氣 它溫度冷到38K 它壓力只要300霸 就可以提升到2倍 那最右邊 藍色的部分是一個液化的狀況 就是說 我如果冷到-250度之間 我壓力冷到一霸 它就大概 63 每公升63克左右 所以歐洲現在 有些學者就是說 在研究這塊 那這塊如果運用在車上 之前 寶馬就有做過 看起來就是 效率是沒有 特別的好 或是說它的一些 配套用做的 可以迎合出來 沒有 急著去運用成本太高 那這邊就分析一下 這三種 的一個結構狀態 那壓縮氫氣就是三種 就是說 我用Type-4 就是塑膠內打 那這邊會有一個TBRDM 這個法蠻重要的 就是說 它是一個安全機制 它外面就是包覆 它很碳纖維做它的結構窮度 就是說 我的使用狀況 就是350到780 那溫度就是室溫 那它可以 促增每立放空池 大概40公斤的氫氣 那接著這個壓縮氫 這個基地位的壓縮氫氣 它是用Type-3的一個NAP 配合一些MLI 抽升空去做絕熱 它溫度就差不多 就是253到67度 它的氫氣的 儲存量 每立放空池可以到72公斤 那碳纖維比例就是 大概28左右 那最後一個就是 液化的光池 全部都是用鋼琴製作 它要做一些 MLI的絕熱 還有它的抽升空 變得跟溫度上升 可以看到 現在學者是說這一塊 它儲存的這個氫熱量 就比例化還多 這邊還在等他們的一些 最新的研究結果 是不是確實是這樣 那目前常用商用的 現在都是 比如用Type-4或Type-3 那這個表就是用 針對壓縮氣體的形式 就是說我壓力要越大 我尺寸的這個氫熱量 才夠多 那接著比較一下 乘用車 這上面就是特殊 台灣真的蠻多 變去澳洲 它還沒有這麼多 那下面就是日本的車廠 還有一些大陸的 他們做這個燃料電池車 一些廠牌 他們會看到 里程式為止 所以講其實 燃料電池車和 和電車其實差異不大 對 那目前就是說 如何去降低氫的這個成本這一塊 還是對它未來突擊 有一個影響 還有加輕上 那這個表就是秀說 乘用車以汽油的形式 電力的形式 還有燃料電池的形式 它是一個比較表 那 加油當然都加過 大概5分鐘就可以加完 那如果是電車的話 快充大概30分鐘 都40分鐘 那燃料電池車 它加7 基本上就跟加1一樣快 所以這個速率是差不多 那可以看到里程數 其實這個大量是 沒有差異太大 那代理就是污染 那 汽油車就是會有化散的一個 不自信體排放 那對於這個就不好 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說 目前的成本 現在加油大家應該都知道 可能95 美公斤就是32塊 現在氫氣大概 每公斤 他可能就要200多塊而已 所以這部分 就是 還要看未來去如何產這個氫 還有怎麼去運送 讓他這個成本的價值 那一個每公 每跑100公里 他的消耗量大概就這樣 就是說 每跑100公里 汽油車就消耗在7公斤左右 那氫氣的話 當然就是消耗0.8公斤 那這邊列了一個 這個 各個 乘用車的一個比較表 那可以看到 HONDA這邊有兩個 有兩個 有兩款 20131款 他之後可能開放 那這個是 POROTA的NEOI的第二代 這是HONDA 可是他成用車 那大部分就是 700瓣 幫助一個壓力武器的 一個 那個操作壓力 那他桶子的體積 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150公升上架 那 就是會放三個那種 小的那種 50公升的 氣體 就讓他的氣味容量 可以差不多到 5.5-6公斤左右 讓他可以跑到600公斤 那剛剛有提到 目前現在這個塑膠內檔 大部分使用的是PA6 或者是HTPE 那HONDA 他是有用這個 TIME 3的relate 那殘酪方式的話 就是 我們殘酪有分幹或是 那後面會再做一個副 那 HONDA這邊 他是使用一個4字 那TOYOTA這邊 違建制寫的時候 他是用幹事 那就我查的結果是說 HONDA這邊 他是以為說 法國人家叫佛基亞 都能做 汽車配件 以為他做這個 氣餅的生產 那這邊在 更細部利用TOYOTA這個 沒有要一兔看一個他的 氣餅的一個配置 他就是有分散的氣餅 那總量就大概是64 52公升 25公升 那最早就是放在中間 角度這個方向 另外一個就放到後座的這邊放 最後一個放在心理下 那這樣加起來 他的體積容積大概就是 140公升左右 那他認識的規範 就是看你要不要在哪裡 就要去通過這個國家規範 這個是聯合國的一個RE30 那我們這邊看一個TOYOTA的影片 讓他幫我往下來 讓他看到燃料電池要運作的話 就是車在運行的過程中 車頭這邊吸入氧氣 然後 氫氣桶這邊提供氫氣 將這些氣體通過燃料電池堆 去做一個化學的總電力的轉換 那氫氣就是從氧氣這邊記錄 那氫氣就是從氧氣這邊進去 那氫氣就是從氧氣這邊進去 那氫氣就是把他這個電池丟掉 變氫氣的質子以後 經過這個質子交換了 然後氫氣這個 攀氧氣餓變成水 那氫氣就是產生電力 然後他這個負長温就是水 就是很沈浸的排到車外 接著我們看一下加氫的一個狀況 加氫跟加油一樣就是開那個加氫站 第二就是一個加氫桶插到汽車上面 大概就花5分鐘的時間可以把這個三個桶換到滿 那灌之前就是會去做一個降溫的動作 因為在田中的Boss就生了 那剛剛有提到說這個桶子有一個安全的機制是說它的TBRD 那TBRD怎麼運作呢 TBRD在這邊 就是氫氣的一個出口 它這個桶上面會有TBRD的重置 它就是Shermal Range of Active Release Device的縮型 所以今天假設 這個除了車禍那個火燒車的溫度升高 它裡面有Shermal Carb會徹徹到溫度 那它剛溫度超過110度C的時候 這個氫氣這個法就會打 這個TBRD的機制就是啟動 它就把這邊打開 那氫氣就是會透過這個桶可以排到變成大氣 瞬間就是你每秒20公尺的速度把它消散掉 那接著這邊就是乘用車看了我們看一下商用車 那商用車就比較一下 綠色部分都是電車 那藍色部分是燃料電池車 可以看到里程數就開始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如果說電車我要再開100公里 不是說再加一個電池的重量 它可能會需要更重的重量加上去 所以重量的影響可能會影響它的里程數 那燃料電池就是 我要開如果400公里 這種 例如說以公車這種形式來講 它會放大概320公升的氣力 放大概35公斤的前氣力 就可以跑大概400公里以上 那這邊就是一個綜合的比較 就是比較一些 電車和燃料電池車的成本 還有其他的一些差異 可以看到 乘用車它的幅度還蠻強 比如電車和燃料電池車的 目前來講說 它的成本差異性很大 那如果是用巴士或者是大老師來看 它那個成本 然後它行駛的 里程要越遠 我的成本相對差異就越大 那我接著就是說明一下我們公司目前發展的狀況 我剛剛加速也快沒有時間 首先是我們要總是纖維不合材料 那我們 就是利用像蓋房子一樣 當機這個想像 水泥可以想像成我們的數字 用作一個機材 做一個立的傳遞 那當機這個想像成是一個補強材 就是纖維的補強材 提供這個 這個結構強度 那就是會去射精的疊成達到我們要的需求 那這個就是一個Type-4的一個構造 這張圖顯示了說 PA 和PE 它一個輕的滲透率的研究結構 跟它目前來講 PA是 會優點PE 但是這兩種都不用 都有人通過認證 那我就是在這個塑膠內涵外面 纖維的一個複合材料 去做一個結構程度 那它的Walking Temperature 就是40度去到80度去 它壓力就是有350或700 那整個製程呢 製造流程就是如這邊的所示 就是說從一開始那個內涵的製造 然後到我們這個製造完 它會減輕的不缺陷 它接著就是做一個複合材料的纖維 最後就是經過一系列的測試 把它銷弄到市面上 那這是內涵的一個製造的方式 有分大概三種 就是吹了旋轉 或者是射出在做漢階 那這邊做一個比較好 那漢階的話就是 蠻就蠻在從它的漢階的品質 掌控 那台灣這兩個都我們在做 那目前就是吹的優點的時候 它速度很快 它回轉的就是速度慢 但是它可以做很大 那這是一個殘道的示意圖 我們纖維就是放在一個張力肌肉上面 那如果是濕式的 就會中間會經過一個速度超大很近 再拉到空間上做一個連續性的 那個重複的作動 把纖維鋪滿 那如果是乾式的話 纖維已經預浸好 所以就不會去做這個環境 那速度大概快了 可能濕式的有五倍以上 那這是一個比較準 那請大家參考比較準 那就是說我們在發展這個 複合材料 塑膠泰粉式這個複合材料的那個器品 會經過的一個程序 就是說 我們首先要先了解這個纖維的強度 還有素質的特性 接著利用這個 一些它的爆破壓力的需求 或者是其他的參數 去射進我們纖維的厚度 然後最後用一些商量軟體 把這個 纖維的一個化式 把它鑽結出來去做纖維 那這個是一個 纖維強度的分析 它這個是UT方向 它如果用鋪管去繞的話 它的 強度會大概 又打了八折 以它的UT方向來講 那繞成這種螺旋的纖維又會再打 可能八折不在 八折 對 八到七折 那這是定義說 它會用螺旋繞線的角度大概是什麼 去設計計算 它會允許這個操作壓 操作的這個 工作壓力去計算 乘2.5倍 法律要求 去計算它要的殘導光度 那這是一個 請大家參考一下我們設計的狀況 那這是目前我們公司做了一個 40公升的器品 那目前就是正在認證當中 七百八 那這是一個幹事成道的影片 過程 那 剛剛提到要做認證 那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參考郁溫的RE34 它認證有分了四大區塊 就是本質的測試 還有耐久度測試 路上測試 最後就是去火燒去燒它 看到那個 會不會 是爆炸還是洩漏的 那耐久度測試這邊是需要經過這一系列去做 才算是通過這耐久度測試 這連續性 那這路上測試也是要經過這一系列測試 那我這邊就是用一張圖代表這個耐久性測試 那我這邊就是用一張圖代表這個耐久性測試 那今天經過一個1.5倍的步驟 經過很多 像例如說摔它破壞它 接著再去做它的cycle 最後再去看它的一個殘留 負負壓力剩下多少 就是它的耐久度測試 那這個氣壓路上的測試 那請大家展開就這樣 那我這邊趕快 提出一下大家對於氫氣的顏色 大家會覺得氫氫粉的小 是不是它洩漏就特別快 那這個國外有學者做研究 就是說在這個一個管線內 去看天然氣和氫氣的洩漏 其中的洩漏速率是一樣的 沒有說氫氣特別小 它的洩漏特別快 另外就是大家覺得說 氫氣很會爆炸 這邊就是美國做了一個研究 這邊就是氫氣的車子 因為是天然氣 讓它洩漏後去掃 大家可以看到 氫氣想要溢散掉 以後它是以美美 或是這種速度 距離散 但是 這種冷天然氣 或者是氣流 它因為重量比較重 密度比較大 所以它是沉積在這邊 它會越少越大 它會有爆炸的風險 然後最後做一個小結 那就是關於台灣要進的這一塊 就是需要各位業界先進的 大概是共同的地 來達到這個 越大的目標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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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